請教一個上個禮拜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的情況 根據好像是日本產經新聞的報導 我們中華民國駐挪威的代表處 曾經要求到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上面去觀禮 但是後來遭到拒絕 就是說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關於這個事情 基本上諾貝爾的委員會 主要他是會邀請相關的來賓 他們並沒有一個申請的程序 因此有關一報紙 曾經有報導說是申請遭到拒絕的 這個跟實際的情況是並不符合的 我們這邊的了解 因為就是說他們有基本上都很自函邀請 我們是並沒有接過這樣的一個邀請 所以實際的情況是在我們並沒有接過邀請的情況之下 因此並沒有出席 並不是 我們是好像有所謂的先申請 然後遭到拒絕 這樣的一個報導的跟實際的情況是不符合的 那請教一下就是說 因為這個得主不是一般的外國人 國人不熟悉的 就是說對台灣來講有一定的意義 就是說我們的駐外管處有沒有接獲訓令說要去 就當然他們沒有邀我們 但是我們有沒有要求管處說 那我們也希望去參加 我們跟這個諾比亞的委員會 平常我們住處都有跟他們保持了良好的互動 那麼關於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和平獎的得主 我們總統都有表示一定的看法 那基本上呢 過去呢 我們都沒有接過這樣的一個邀請 那麼是由他那個一定的這個因素所示的 那麼今年呢 我們也是一樣 並沒有接過這樣的邀請 但是絕對不是 我們好像 像媒體所報導的 提出了申請 然後遭到了拒絕 不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而是過去 我們知道他們有一定的一個考量 因此呢 我們過去比沒有接過這樣的邀請 今年呢 也是同樣的一個狀況